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真的我觉得华人父母亲真的是很辛苦 那么为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就是什么都愿意了 但是来到美国之后问题其实还是就浮现了 浮现了就很多 那么尤其是对于孩子的就学问题 学费问题 在大学选择主修将来的就业问题 其实你说要父母亲不担心是很难的 那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宏观的策略 就很容易焦虑 因为做了一又担心二 做了二又担心三 特别是很多人会给他们一些意见 所以这个意见就是说 美国的好处就是很多很多的信息 但是缺点就是说 你不知道哪个信息是正确的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这个麻辣下午茶的 这个观众们的话呢 事实上我们提供就是 对于新移民的父母来讲 新移民的小孩子来讲 利用你们的这个优势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 第一个讨论的议题就是说 你到底要不要决定移民 就是拿绿卡来美国 就牵涉到将来小孩子 读大学的学费问题 他们觉得说才刚来 然后呢还没有想到说 将来申请大学的问题 这就是因为它缺乏宏观的一个掌控 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个规划 对不对 对 如果你来就是F1 就是student visa 那你算international student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建议你干脆申请私立学校 因为私立学校呢 大家付的费用都一样 你申请比方说公立的UC的 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学嘛 大学 对 大学那你付的时候 还比人家高一倍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些父母亲 他们是可能是在 大学的前几年就来了 可能就想说 希望能够让他们适应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之后 你要申请大学的时候 用F1的话 你这个国际学生的学费 就非常的高了 是 其实如果要算账起来的话 我们会建议 他们来算账 对 如果就是说 如果愿意办身份的话呢 事实上他高中可以来这边 读公立高中的四年 然后呢在大学的时候呢 也可以享受到本地生的一个 本周的居民的一个 对 特别是我们UC 我们UC的话 如果是本周居民的学费 是大概一万五左右 但是如果是属于 学费而已 对 学费 没有他住的 对 那我们先比较学费的话呢 如果你是属于国际生的话 你的学费将近要四万多块钱 所以将近三倍之多 这好像在我那个时候来念 的时候也淘几倍了 是 是 所以这是学费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呢 每一个家庭又不一样 是 那这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父母最关心的 他们常常说钱不是问题 主修 第二个 我的主修跟将来职业怎么办 就是孩子的这个 他未来的路 他们比较关心 是 所以比方说 我孩子要读工程啊 这个也是最好找工人 医学啦 对 医学 对啊 所以当然也好啊 那你要下一步 你比方说医学那你的GPA也很好啊 你要去一个学校比较适合 比较容易拿GPA 不然的话你医学也申请不到 也许你的基础不是太好的话 你就眼睛闭起来冲去读工程 那也许第一年GPA不好 你信心就涨下来了 所以这个主修方面的话 如果对于新移民 他们晚一点来的话 他们如果是数理工科比较好的话 我们就建议我们的数学 是我们的国民学科 千万不要放弃 大学如果读这个数学专业的话 是可以挣大钱的 你可以走金融路线 你可以走这个投行路线 你可以走精算式的路线 你还可以修Computer Science 你也可以走Engineering 事实上路是非常广的 所以如果是新移民晚一点来的话 事实上就美国的就业取向来讲 它有极大的优势 但就面临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选校呢 没错 很多父母亲喜欢看排名 对啊 所以排名 比如说父母说 我让我指你学Accounting 那Accounting UC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Major 只有Cal State 是 有 那所以就变成有矛盾了 是 我到底选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排名的问题 如果说你是选那种 比如说外州的公立 以我们加州来讲的话 你如果选外州的公立大学 比如说Ur Michigan Ann Arbor 它是非常好的公立大学 但是呢我们这个 如果你是属于本州居民 你要已经是 可以qualify UC的学费 你这时候去外州 读外州的公立大学 你又变成是外州居民 那你倒不如就去读外州的私立大学 或是留在UC就读 对 所以其实大家没有想到 有时候你的学费 也就是说你的移民身份 会去影响到你的旧学 还有你选择主修 其实都会影响到的 所以父母亲在为孩子们考量的时候 其实比你想 相信绝对是比你想象中 要来得多了 所以除了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大家在那边提醒大家 其实希望父母亲能够在 帮孩子们 希望能够孩子们 把他们送出来 这个念大学的时候 要考量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当然父母亲本身 也要考量到 你自己到底要不要当美国人 那么对于你的这个投资 这个报税问题 其实有很多 我们都必须要考量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